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回家的路上 在路过一家花店的时候 一款名叫幸福的种子 引起木木的注意 出于好奇 他便买了一颗回家 他把种子埋进土里 开始期待 它会长出什么神奇的东西 转眼第二天 木木在晒衣服的时候 发现那颗种子 竟神奇般长出了一只手 忐忑的他 走到那只手跟前 扒开泥土 想要一探究竟 没曾想 他竟挖出来一个可爱的小女孩 更神奇的是 这个女孩的头上 还长了一片叶子 他告诉木木 自己是妈妈 是被她用种子种出来的 木木觉得不可思议 因为她的妈妈去世多年 而眼前这个孩子 怎么可能是自己的妈妈 为了证明自己 女孩随后 说出了木木的所有信息 她走到厨房 想要给木木做一道 她最爱吃的卷心菜 可切菜的时候 女孩却意外地伸到了手 木木紧张地跑到跟前 发现女孩的伤口处 经流出了绿色的汁液 这样木木不得不相信 这个女孩真的是被自己种出来的 不一会儿 女孩便做好了饭菜 木木尝了一口 顿时愣住 这根本就是妈妈的味道呀 看着木木满足的模样 女孩开心地让木木多吃点 随后便起身去洗澡 她清澈熟度地找到浴室 似乎 这真的吃她的家 没过多久 于是里就传出了女孩的尖叫声 木木闻讯赶紧冲了过去 好在虚心一场 只是玉撒坏了 她随后将水阀关掉 一转头 女孩竟变成了一个少女的模样 木木惊呆了 她不明白 是什么原因 竟让女孩在一瞬间长大 女孩笑着说 也许是因为刚才浇水的缘故吧 晚上 两人正准备睡觉的时候 男友发来了信息 她安抚木木 希望她能好好考虑结婚的事 看着犹豫的木木 女孩对这个苏未蒙面的男人 好奇不已 第二天 她便借着送编当的名义 来到木木公司 想考察一下她的男友 女孩的灵魂拷问 让木木很是尴尬 连忙拉走了女孩 虽然 匆匆一面 女孩却对男友的印象很好 她好奇地询问木木 明明喜欢 为什么不肯答应结婚呢 她让木木不要有压力 要遵从自己的内心 跟着心走 肯定不会错 见木木没有回答 女孩随后 说起了往事 二十年前 在木木六岁生日的时候 妈妈送她一个娃娃 当做生日礼物 可当时的木木 却想要谋法戒指 为了哄自己开心 木木装作很喜欢她 不过 妈妈看穿了她的心思 她希望木木开心 鼓励她 尊从自己的内心 说出自己的想法 这段话 让木木想起 已经去世的母亲 她不想再去回忆往事 想当年 就是因为自己 遵从内心的想法 让妈妈去换礼物 这才导致车祸的发生 让妈妈离开了自己 这件事成为木木的心结 她觉得 是自己害了妈妈 她爱男友 可是 她不配拥有幸福 她宁愿什么都没有 只希望妈妈活着 说着 她拿着戒指丢了出去 看着情绪激动的木木 女孩这才明白 这一切的一切 归温究底 都是源于自己 她难过地跑了出去 木木随后便开始收拾客厅 无意中 她发现了幸福种子的说明书 上面注明 种子的寿命只有一轴 如果浇水过多 就会加速生长 寿命就会缩短 此时 屋外突然下起了大雨 木木响起 种子的说明 连忙跑到屋外 寻找女孩的身影 屋外 女孩正冒着大雨 寻找着戒指 这时的她 已经因为雨水的灌溉 彻底变成了妈妈的模样 她想要拉着妈妈回屋 可妈妈一再坚持 一定要找到戒指 找了半天 妈妈终于召回戒指 她将戒指交给木木 告诉她 这一切不是她的错 让她不要再自责 此时 妈妈头顶的树叶 开始慢慢凋落 这也预示着 她的寿命 也到了尽头 她告诉木木 自己最高兴的事 就是生日那天 木木遵从了自己的内心 大胆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她希望 接下来的日子里 她依旧能保持初心 勇于追求自己的幸福 说完 妈妈便消失在了雨中 影片的最后 终于释怀的木木 和男友举行了婚礼 两人过上了 幸福快乐的生活 影片完 从某种意义上说 人生最大的敌人 其实就是自己 当你禁锢自己 就会更加徘徊不前 当你能战胜自己 就会收获一个 更好的自己 好了 小飞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人类的种子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 女孩随后 说出了木木的 说出了木木 没过多久 于是 于是 第二天 她便借着送编 想考察一下 她的男友 女孩的零零婚 妈妈终于找回戒指 她将戒指 她将戒指 大胆说出了字 你会听说出了木木 他最后终于 你会听说出了木木 这次电影的小伙伴 在北京的小伙伴 在北京的小伙伴 因为这碰巾 乱 说出了的